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在水渔方的频道 今天我要介绍城市纽约市条件最恶劣、糟糕的监狱 它的前世今生 但首先我必须介绍收集池塘公园 它位于纽约市曼拉顿下层的唐人街西侧 是18世纪的收集池塘的遗址 收集池塘原是纽约人民的主要水源 但到了18世纪后期 由于工业化和人口密集导致该池塘受到严重污染 因此纽约最终在1811年将池塘排干填平 可是该填埋工程设计不良 地面逐渐塌陷 有钱人纷纷撤离 没家没业的贫困新移民进驻 于是在池塘东侧发展成一个臭名昭著的平民窟 称为五点区 1838年 纽约市在现在的收集池塘公园上 建造了这个监狱的第一个前身 但大楼几乎刚建成便开始坍塌 域内极度潮湿又恶臭弥漫 加上它的建筑设计灵感是来自埃及的坟墓 因此被通称为坟墓 1960年 收集池塘的一部分改建为 今日的收集池塘公园 其内保存了一个换起昔日的小池塘 前面就是纽约刑事法院大楼 它已在座天桥连接到隔壁的大楼 而这栋大楼就是在1941年取代原来那座监狱的高层大楼 叫做曼哈顿居留所 仍被称为坟墓 前面直向的是怀特街 位于两侧的建筑物就是组成今天的新曼哈顿居留所的南塔跟北塔 南塔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1941年的曼哈顿居留所 经过全面改建后于1983年重新开放 对面是于1990年完工开放的北塔 南北塔已称为探西桥的通道相连 就是前面这座桥 咦 这桥面上的雕刻不就是中国判官在判断谁是亲娘的故事吗 上面有两个汉字 一个是义 另一个看不清楚 左边这个是埃及的法官吗 仔细一看为什么在宝座底下躺着一个小孩呢 这两个雕刻 在宝座底下躲至当时环境最恶劣糟糕的监狱 后来终于引起囚犯烧乱 让我绕着这个大楼走走吧 居留所楼下居然开了一些商店 其实 当初1980年代在唐人街新建曼哈顿居留所的时候 急遭到华人的抵制 市府在此 压力之下为了让居留所看起来不那么吓人 居留所外墙扑椅 粉红色混泥土 并在大楼的底层设有零售空间 这七幅壁画是由创作了刚刚桥上的那两个中西雕刻的 同一个艺术家创作的 描绘下东区的移民社区状况 这一家马来西亚餐厅是我过去经常光顾的餐馆 却不知道楼上是个监狱 这一家马来西亚的移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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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分享一件事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 市政府再次要在唐人街建监狱 震惊了整个华府 唐人街居民再次强烈反对 市府一度同意取消此案 但隔年纽约市议会不顾唐人街华人的强烈抗议 和多次示威游行投票通过此提案 于是唐人街居民联合起来 起诉市政府 最终法官判定唐人街居民胜诉 当被告是穷人获准保释 却交不起高额保释金的时候 可以求助于保释带领人 于是几家保释金事务所 就在居留所附近应运而生 在左前方是哥伦布公园 就是十九世纪犯罪猖截黑道火拼 恶名昭彰的贫民窟 五点区的中心 人在座天在看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一片天难瞒 善有善果恶有恶终 感谢观看 请点赞分享留言与订阅